你好欢迎收看10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9月18号强震后 县政府以及台积电还有慈祭慈善基金会 全力投入房屋修占重建工作 至今将近半个多月 而三方今天召开工作执行报告 县长徐中卫掌握重建进度的同时 也万分肯定与感谢民间企业慈善团体 用心用力的协助地方重建 0918强震后来自全台各地的慈祭之工 齐心协力协助高龄80岁的老先生载口重建 县长许正位专程到场视察 跟着老先生一起粉刷铁栏杆 老先生万分感激 结果没想到一下子 这样一大堆天死 不过这个家粮有些通报 而且搞得脱胎换 灾后就不停穿梭 各受灾民宅的台积电团队 有自身也是图木工程 由自身也是图木工程师出身的台积电处经理带领 受理134件严重受损的家屋重建工作 目前完工修复9件 完成验收3件 台积电快速进场 让所在户放心安心 平安平安没问题 谢谢 那当然是花莲人帮助花莲人 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模式 那现在我们这边已经有大概 大概到三成到四成 是由当地的花莲人自己来做的 那从西部当然有掉了一些 大概是这样的东西 我们目前动员大概100出团 不论是天使降落还是台积电 对灾民的一决安心 此期13基金会以及台积电 请全力协助地方在后重建的工作 从家屋民宅的修缮重建 到受灾乎身心灵健康的照护 再再都令县长血真卫万分感激 等于说是把整个家庭的环境 全部让他这个复健完成 而且更加的明亮 让在这个金黄或者是幽绿的这个家属 或者是这个屋省的家人 能够心豁然开朗 这是我看到的此际 真的要感谢上人 还有所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 这个师兄姐在研制信仰的率领之下 都能够那么贴心 再后重建之路漫长 所幸有名兼企业慈善团体 无私的付出与协助 现在服务持继 台积电全力投入 房屋修缮重建工作 至今也将近半个多月 三方今天召开第一次工作执行会议 说明灾后重建概况以及进度 三方相互协助配合 让受灾民众能够早日恢复原来的生活 记者是玉兰 玉里正采访报导